看看新闻网 均经过这里 乘客中有不少 已经苦苦等待了几个小时 尝试了多种交通方式 均宣告失败 已经四五十分钟了 打车已经叫了三十分钟 包括等待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大概四点半的时候 人好多啊 然后我就想打地回家去的 叫不到车 等到现在等了四个多小时了 对对 我是本来是十号线 直接到二号线了 但是我现在二号线没有 我又从十号线 我又转到这个四号线 四号线就再转二号线 也还是没有 没有 我还有一次机会就是没有转 就是我转到这个 转七号线农阳路 因为我住世纪公园嘛 据了解受到集中降水的影响 二号线在晚上的六点半左右 出现了外部雨水倒灌 进而引发信号设备故障 这让人民广场至上海科技管段 一度中断运行 而在早些时候 轨道交通六号线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发生了供电故障 对云山路至五州大道段的列车通行 产生影响 初步判定原因是 义务侵入导致出网短路 由于恰逢周末晚高峰 两条线路相继故障 造成大量乘客积压 直到晚上九点半左右 上海地铁全网络运营 才全部恢复正常 下班 由农备出售